不過除了這個玩法之外 我今天跟大家講一下 另一個玩法就是搖黑卡 畫面的右邊就是一張黑卡 我今天拿一張黑卡給大家看看 等我一會 回來了 證明是沒有預計的 沒有預備一張黑卡 畫面在圖上看到這個 黑卡其實是放在鏡頭前面 放在鏡頭前面 這是我手上的黑卡 我告訴大家 去哪裏買的 黑卡是一張黑色的卡 我這張是特別的黑絨卡 假如你買黑紙卡 其實不是真的黑色 只是深灰色 你看起來是黑色的 實際上是深灰色的 我這張是完全黑得像蜜豆 完全黑曬 這張是兩面都是黑色的 都是黑絨 前面是絨面 用的時候 在鏡頭前面 現在我鏡頭前面 就這樣遮遮它 在鏡頭前面 遮遮它 在鏡頭前面遮遮它的好處 就像GND的效果 減少了上高的 當我們拍日落 我們要不就用GND 把上高減少 但GND的好處 只能夠一條直線的漸變 一條直線的漸變 而漸變的幅度 是它原先的設計做死了 當我們拍一些鏡頭 我們不一定垂直的話 可以做一個不同的打斜的動作 變成我們靈活性會大很多 當然 真正日落的話 用黑卡就是有少少 困難的 因為它真的沒有足夠時間 讓你做這個動作 OK 所以你用黑卡的話 你要加上ND 減光鏡 減光鏡很多朋友都在玩 即是玩水面的 超廣角 低炒 長步 拍到的水先驚 你已經有一個ND 你就不用買GND 純粹用黑卡就可以取代GND 前面安裝ND 後面安裝GND 不過這樣 如果你拍夜景的話 你本身都是長時間曝光的 例如你曝光30秒 OK 數碼上不會曝光一分鐘 如果要曝光一分鐘 拍車軌的話 你仍然都要加ND 當然你拍夜景的話 就足夠時間去玩這個 黑卡 這張黑卡做了什麼用途呢 當你拍煙花的時候 爆了 一曝光一點 立刻遮住它 然後再曝光 再曝光 然後立刻遮住它 再爆第三隊 立刻拿出來曝光 又遮住它 看到嗎 即是你利用黑卡 做一個人手控制的Multi Exposure 實際上是一次長時間曝光 你用黑卡的作用 做到一個多重曝光 OK 行不行 這就是黑卡的好處 不過這樣 如果你這張不是黑絨卡 你買了黑紙做的卡 它就有反光 當你一遮住的話 反光就會反到鏡頭裡 導致什麼後果 你這張照片就放了 OK 為什麼要雙面卡好一點呢 因為在電光火石這麼急的情況 你還要拿一張卡 去計算哪邊真正是黑絨 哪邊是普通卡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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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了